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是新中国职业教育第一个发展期 西湖区是风景名胜区 要发展成为经济强区 就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一线服务人员和技术人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1984年6月 九西职业学校应运而生 成为我是首批实行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之一 1998年两校合并 成立西湖职高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 西湖职高 由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郊区职业学校 逐渐成长为国家级重点职业高中 省一级重点职业学校 2014年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西湖职高烹饪专业再次夺冠 成为六连冠学校 2013年5月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 视察浙江教育史 亲临学校参观 干净的校园 崭新的操场 先进的实讯设备 精美的查验 朝气蓬勃的师生 给刘延东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三十年的办学历程 经历过风雨 经历过严寒 杭州市西湖职业高级中学 从临起步 却站在职业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 因为这里有一批始终不肯放弃 始终不愿退缩的习职人 陈慧纳老师 省春残奖获得者 已经从事烹饪专业教学多年了 陈老师不仅热爱烹饪 也热爱旅游 今年刚退休的他 本想实现周游全国的梦想 但当他接到西湖职高的返聘邀请时 马上推迟了出行计划 我对这个学校实在太有感情了 我从学校一毕业就到九西职高任烹饪教师 可以说我是看着这个学校慢慢成长起来的 九西职业学校刚成立的时候 只有两个专业 盆景花卉和烹饪 第一届学生共九十一人 专业教师却只有一人 虽然占地只有九点二亩 但在区政府的支持下 学校在这块弹丸之地上 建起了园林实训基地和烹饪操作室 当时我们的设备特别简陋 很多问题都是自己解决 没有炉灶用百油筒做 没有鼓风机从家里拿电风扇吹 所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我们很多同学在市的大奖赛中 还是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所地处郊区的职业学校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为航程的烹饪界与原林界 培养了许多人才 日本竟刚放送社 中央电视台第二起跑线 都对九西职业学校进行过报道 九九级烹饪专业的朱国欣同学 目前任职于西子宾馆 是烹饪冷雕的技术能手 他记得刚进陈老师班的时候 他是一个沉默而没有自信的孩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老师发现朱国欣有良好的绘画基础 是个学雕刻的好鸟子 但陈老师知道自己的雕刻不在行 为了能让像朱国欣这样 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得到更好的培养 陈老师就边教边学 把基础的雕刻技术交给他 我非常感谢陈老师 是他在我高中的时候 发现了我的绘画技能 并且手把手地教我了 果书雕这么一技 让我从一个不是很自信的人 变成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有自信的人 所以在这里我感谢陈老师 感谢西湖之高 在学校技能节中 朱国欣不仅拿出了出色的雕刻 冷菜作品 还有优秀的绘画作品 这些作品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西子宾馆当场就决定录用它 让低诉求的学生找到价值 让曾经的中考失败者 继续拥有成功的梦想 是西湖之高 每一位老师的心愿 杭州市优秀班主任 邵雪香老师 就是这样一位 能潜心育人的好老师 从他开始担任班主任以来 就一直带着男生班 邵老师认为 做人需要精神 带班也需要精神 我觉得应该用核心价值观 来引领班级的成长 在喷林12的时候 我只用了遵守规则 珍惜拥有 永远自信 喷林43的时候 只用了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 在带建筑专业的时候 我只用了因为专注 所以专业 因为成长 所以快乐 用核心价值观 引领班级建设 将带班与职业素养的培养 结合起来 让每一位学生获得自信 是邵老师的班级管理秘诀 我专注 我专注 我专业 我成长 我快乐 西湖直高的德育 也正是从自信工程起步 继而实践 形象工程 幸福工程 提出自信让我成功的口号 以液体节 技能贸易节 心理健康节为平台 从内而外地改变中职生的精神面貌 最终为实现学生的幸福人生 打下精神的底子 如果说西湖直高的德育管理 为学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那么西湖直高的教学改革 则为学生搭建了通向理想彼岸的桥梁 2002年 烹饪专专业语文的走班制改革 是我校教学腾飞的标志 为了改变中职语文的教学现状 提升中职学生的文化素养 由原教学校长赵卫群老师 原德语校长张灵仙老师 原语文教研组长张岳芳老师 和年轻教师袁华平 组成的语文教学研究团体 在02级烹饪专专业四个班中 实行走班制教学 打破传统的教室中心 教师中心 课本中心的语文教学模式 构建以师生创造本为主要内容的 直高语文课程资源体系 今日早报 前江晚报等多家媒体 也曾做过相关的报道 走班制教学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封闭模式 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 开放了课程体系 开放了课堂模式 开放了评价体系 这种教学对教师是一种挑战 对学生是一种激发 以直高语文开放性课程的开发 与实施为主题的系列课题 居获得省市政府成果奖 以学生为主体 让学生抬起头来 提升中职生的文化素养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职业生涯服务 成为我校文化课教学改革的追求 语文教研组 数学教研组相继编写了烹饪语文 烹饪数学等校本教材 将烹饪专业的相关知识 以素材的形式进入文化课教材 使我校的文化课教学 呈现出鲜明的职业特点 文化课的改革 带动了专专业课的革命 调整课程设置的介域式课改 达通校内外实训基地的嵌入式轮训 依托区域经济的茶文化特色课程建设 着眼于专业现代化建设的校企双师 全程共导教学模式的构建 使我校的专业课从课程结构 教学内容到师资培养和专业文化建设 实现了全方位突破 今年刚被拼上特级教师的立志光老师 2007年从金华掉入西湖指高 是烹饪专业的教研组长 也是视学科带头人 是黄岩培奖获得者 立志光老师共参加过 七届全国职业院校烹饪技能大赛 有六位学生获得金牌 在多年的烹饪教学中 他坚持着西职烹饪专业的如厨文化 坚持将行业标准引入课堂评价 推动了西湖指高烹饪专业教学的改革 他参与的以茶文化彰显专业个性 中职特色课程建设实践探索 获得了国家首届职业教育成果二登奖 不仅如此 立老师还肩负着研发的任务 以他名字命名的立志光工作室 开发了西湖茶宴 获得了日本友人的赞扬 如今这个工作室还承担了 只将60款地方菜肴的开发 继承发扬的任务 我们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 是因为我们牢牢抓住了新一轮省客改的有利时机 牢牢抓住了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 将茶文化与专业相结合 我认为专业建设的生命力在课堂教学 只有提升课堂教学的效力 才能真正培养出EPP 厨师精英 同时 我们烹论组也是一个紧密协作的团队 尽管我们的老师还很年轻 但是我们干进足 能吃苦 能当当 所以我们成长很快 所以让利老师倍感骄傲的 不是他自己的成绩 而是由一批年轻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 成为这个学校最有活力的风景 因为专注 所以专业 因为自信 所以包容 在三十年的发展中 沉淀下来的西职文化 孕育了一代代西职人 服务地方 反补社会 偏于横城一余的西湖直高 正以蓬勃的姿态 成为职教界一股改革的力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